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工會 每年都會舉辦捐血活動 8月15號是今年度的大型捐血活動 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民眾來晚秀捐輸 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工會 每年都會選擇在8月份一早適逢星期日 理事長羅吉秀表示 工會的同仁們一早就來到這裡準備和捐血中心 詳意捐血活動 前來捐輸的鄉親可以說是相當踴躍 有關我們820公益日是我們全國聯合會 自104年開始的時候就在全國18個縣市一直在辦理當中 那今年也是我們花蓮辦理的第7場的捐血活動 那加上今年的疫情關係呢 所以缺血的狀況是相當的嚴重 但是我們防重工會呢也是一本初心 取知移民用知移民的心態呢 我們還是如期期盼了這個820的捐血活動 那禮品各方面也相當的多 歡迎我們的鄉親呢都能夠踴躍的過來捐血 享應這個這場盛宴 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濟商業同業工會 一天在花蓮市幼兒園前廣場熱鬧展開 捐血車一早就來也吸引很多民眾前來捐血 各式樣的米和名聲用品讓錢來捐血的朋友們 在捐出熱血 熱血之餘 也能夠感受到他們的貼心以及用心 防重傳愛 熱血常在 帶來接球 記得請問觀眾朋友 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使用